星星经过人类教导后 真的能变得和人一样吗 这是一只差点变成人类的黑星星 因为人类它学会了各种知识 却也是因为人类 它差点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2012年英国杂志发表文章称 研究表明 人类与红毛星星的基因组 有97%相似 和黑星星有99%的相似 那么如果对它们进行训练 它们是否能拥有 和人类一样的文明呢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开始 就有无数科学家想要探究这个事情 可惜进行了很多实验后 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实验都被迫终止 在上个世纪70年代 有这么一个实验 那就是探究语言 是否是人类独有的 当时的学术界主要分成两派 一种是支持语言 是人类独有的 一种是反对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 泰瑞斯就站在了反对的行列中 他认为 表动物通过人类训练 也可以理解语言的意义 于是在1973年 泰瑞斯买下了一只 刚出生不久的雄性黑猩猩 并给它取名为尼姆 他给尼姆找到了一个人类家庭 打算将它 当作人类婴儿一样养大 由于黑猩猩 不具备人类的发生结构 因此 黑猩猩无论如何 也无法发出人类的语言 这个时候 泰瑞斯想到 如果尼姆能学会手语和人类交流 那么 也可以证明 他们的语言能力 尼姆的第一位母亲 叫做斯蒂芬妮 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在看到尼姆后 她就发誓 要好好照顾尼姆 在斯蒂芬妮的教导下 尼姆很快 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手语 比如 你 我 对不起等 如此快速的进步 也表明 尼姆是很聪明的 可当泰瑞斯 来观看实验的时候 她却异常的愤怒 她认为 培养尼姆 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实验 而斯蒂芬妮 只是像照顾孩子一样 照顾尼姆 于是 她无情地将尼姆带走 并重新找了一位手语老师 就这样 尼姆被迫 离开了她的第一个母亲 一场尝试把黑猩猩 培养成人类的实验 究竟出现了怎样 令人震惊的结果 离开第一任母亲的尼姆 一开始很不习惯 她的第二位母亲 是一位手语老师 名字叫做劳拉 劳拉可以很熟练地 和尼姆进行交流 并且 在劳拉培养下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尼姆就学会了128个手语 看到这个结果后 教授表示 尼姆在语言方面的进步 是直线上升的 不过 对于这个实验 劳拉很快产生了抗拒心理 她认为 如此高强度的训练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在虐待动物 于是 尼姆的第二任母亲 也离开了她 很快 教授又找到了第三任母亲 这名女子叫做乔伊斯 她也十分擅长手语 并且 对于这份工作 抱有十足的热情 更重要的是 乔伊斯擅长以暴制暴 长大后的尼姆 开始逐渐展露出 自己的野性 尼姆 就曾咬伤过劳拉 在到达乔伊斯家中后 尼姆 再次想要伤害对方 乔伊斯 看到这种情况后 立马咬了尼姆的耳朵 这下 尼姆听话了 乔伊斯家中 养了一只小猫 尼姆非常喜欢 和它一起玩 甚至 还曾用手语表达出 自己想要抱一抱小猫 原本这一切 都很和谐 可是 尼姆 还是没能克制住 自己的天性 这天 尼姆的心情 突然很不好 直接冲向前 咬住了乔伊斯的脸颊 这时的尼姆 体型和成年黑猩猩 差不多 虽然事后 尼姆不停地用手语 表达着对不起 但这 也给乔伊斯 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他意识到 无论自己 如何教导尼姆 都无法将他骨子里的野性剔除 于是 他叫来了教授 让对方将尼姆带走了 这一次 教授 没有再给尼姆 找新的母亲 而是将她 送到领长的研究中心 在这里 尼姆 因为无法融入黑猩猩群体 变得暴躁 而又孤僻 直到一个男人的到来 才逐渐带她 走出了阴影 和人类相处了十年的黑猩猩 被送接领长的研究基地后 开始变得十分孤僻 这里和曾经的家 一点都不像 既有笼子 没有属于自己的床 尼姆 将自己完全看成了人类 亚根无法融入黑猩猩的生活 饲养员鲍勃 了解到尼姆的遭遇后 决心带她 走出阴影 融入黑猩猩种群 鲍勃每天 用手语和尼姆交流 带她 进行黑猩猩的一系列野外行为 释放尼姆的天性 在鲍勃的陪伴下 尼姆也渐渐敞开了心扉 有一天 她对鲍勃 比划出一起玩的手势 鲍勃便开始每天 和她玩游戏 在鲍勃的带动下 尼姆开始和其他黑猩猩交流 也逐渐地 融入了黑猩猩的种群当中 原本鲍勃以为 尼姆会这样在这里 待上一辈子 可惜的是 当有人了解到 尼姆曾经的经历后 希望她可以成为实验对象 来测试 还没有开发成功的疫苗 就这样 尼姆被抓进了实验室里 没有人觉得 这有什么问题 只有鲍勃在反对 鲍勃请求警方放逐尼姆 可警方却说 这不归他们管 没办法 鲍勃只能不停地 向上面进行抗议 最终 在鲍勃的坚持下 实验室会有压力 放弃让尼姆成为实验对象 虽然尼姆 不会变成实验猩猩 但 她也无法回到鲍勃身边 因为 在当时 人们不能随意收养黑猩猩 辗转之下 鲍勃找到一家农场主 代替自己 收养了尼姆 原本已经习惯了 群居生活的尼姆 此刻 又回归到 孤独的独居生活中 鲍勃看到后 十分心疼 在之后的几年里 他陆续地救出了 很多实验黑猩猩 正将他们 和尼姆放在一起 有了同伴的尼姆 很快又开心了起来 1997年 这只接受过 人类教育的黑猩猩 因为心肌梗塞而死 享年26岁 而这个年龄 对比其他黑猩猩来说 是十分短暂的 尼姆的一生 是悲惨的 从小 被当作实验对象 除了爆博外 没有一个人 真正的爱他 教授 为了自己的私欲 毁掉了一只黑猩猩的一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